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議員高嘉宇 不好意思,因為我等一下有事情必須要先離開 但是我想說先把我的想法跟大家說明清楚 雖然我是第一屆當議員 但是我也是長期的關心這個慈濟的開發案 上次的說明會我也是全程參與 那就我個人的想法 我認為慈濟在內部這個開發案是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那大家都在看 今天慈濟它面臨環保跟開發 同時要如何去兼顧如何讓它併存 我想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 但是慈濟長期來在環保方面的努力 我想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案子裡面 要怎麼樣去共創雙贏或是多贏的局面 這是我們要去面對的 但是剛剛舉掌說 以後要請我當這個開發案的顧問 如果找我當顧問的話 我的立場一定是以環保為優先 因為就我而言 其實我認為人不能勝奸 不論是林肯大軍或是貓來的例子 其實都給我們很多的警惕 那慈濟其實一直都以環保 以這些善良為這個理念 所以我相信慈濟在處理這個案子的時候 也都能夠理解居民 其實也很樂意看到未來這裡有一個生態園區 有一個國際志工大樓 大家都樂觀其成 但是大家擔心的是過去這些水災 或是過去這些土石流 或是過去這些地層夏天問題 這是居民長期生活在這裡所面對所要擔憂的 這也是慈濟未來要去解決的 如果慈濟能夠把這個方面的問題 一律讓市民 讓我們的居民都了解清楚 我相信大家已經是鼓掌歡迎 而且呢 能夠讓這個慈濟的這個大樓 這個園區喔 能夠未來能夠結合地方的力量 而且呢成為一個國際上的一個佳話 所以我們非常期待未來有這樣子的一天 但是在這之前呢 我還是必須就是 引用這個鎮言法式的一句話 就是這個 面對他 處理他 放下他 是這樣 所以當我們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局長現在已經在面對了 那現在就是要怎麼去處理 怎麼樣跟居民達成一個共識 那如果最後我們把它達成共識 那我也希望慈濟能夠放下他 就是能夠把這個案子喔 就讓他這個順水推 就像一切都要學到渠成啦 所以能夠讓居民能夠去 呃理解然後達成共識 我覺得是最重要最圓滿的 那我最近其實自己在處理一個案子 是在我們內湖的第三生之嶺 在內湖路三段 那上面有一個包公瓷的劍案喔 就是呃有一個劍商 他也是用這個宗教的力量去 我不能說瓷器是一樣 但是他是規定環平 就是說他的清劍面積呢 原本是這個都省會都委會都不同意 但是後來他把整個面積縮小到164平方公尺以內 就不用環平也不用建造 於是我們呃不用環平 但是後來都發局就直接發給建造 然後也不用都省 後來引起我們這邊居民很大的反差 因為那邊是一個土石流的警戒區 而且這個包公瓷所在的地點 底下是一個被沒探渣的地點 所以居民都非常的擔憂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作為民意代表 能做的當然就是盡量怎麼樣去幫居民 去爭取權益喔 結果後來我想好市長在我質詢之後呢 他也同意雖然已經核發建造 但是在居民的疑慮沒有解除之前呢 先用水土保持的這種方法呢 先不要讓他開工 這就是一個例子 也就是說 其實沒有任何人能夠保證說 在這個天災 而且極端氣候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環保 或是我們相關的這些水土保持 真的能夠做到盡善盡壘 那尤其是磁濟開發原區 大家還有這麼多疑慮的情況之下 我真的期待未來磁濟能夠面對他 讓他處理他 放下他 能夠得到居民的贊同跟共識 那我想我們一定都樂觀其成 也期待未來這樣的說明會 能夠多多舉辦 讓居民能夠了解 來解除他們心中的疑惑 我想過去的十四年 實際長期的努力 大家都看到了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實際繼續努力 但是如果說實際真的這麼希望 急於的在這裡興建的話 我們唯一的要求就是說 如果能夠通過環評 我想大家也都沒有任何的意見 這也是我們所期待未來能夠看到的 那我的立場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我的臉真的也是不好意思 但是如果說大家有什麼事 希望我能夠在議會裡面表達 我一定盡全力來替大家爭取跟表達 謝謝大家 謝謝